凤凰每周快讯有 麦当劳赞助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中期选举陆续计票 根据各大美国媒体的推算 民主党的表现较语气为佳 参议院两党势均力敌的形势不变 难以推断有哪一个政党取得控制权 可能要等到佐治亚州下月第二轮投票后 方有结果 众议院方面 共和党有机会重夺众议院 但优势并没有选前预料半大 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 美国中期选举各州陆续开票 根据多个美国媒体的数据统计 民主共和两党在参议院选情竞争激烈 而共和党在众议院则有较明显的优势 选战仍然呈现胶着态势 参议院选情激烈 在100个席位中 民主党赞得48席 共和党赞得49席 关键州佐治亚州预料要到12月6号 举行决选才能分出胜负 而众议院改选的全部435个席位中 民主党人赞得176席 共和党人赞得204席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导 现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再次当选为国会议员 美国中期选举除了国会参众两院改选 还改选36个州的州长 其中佛罗里达州州长选举 共和党候选人德桑蒂斯 已经六成得票的明显优势成功连任 德桑蒂斯发表慎选演说期间 在现场有民众高喊再过两年 支持他在2024年代表共和党出战总统大选 德桑蒂斯被视为两年后 美国总统选举共和党的潜在候选人 是可能争取重返白宫的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主要威胁 而特朗普早前已经警告他不要参选 称德桑蒂斯参选总统会损害共和党的利益 另外在纽约州民主党候选人霍楚 在9号以52.7%的得票率 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泽尔丁 成为首位赢得纽约州州长选举的女性 霍楚向选民承诺会控制纽约州房屋价格 让民众们可以买得起房子 同时管控非法枪支 保障纽约州居民的安全 让孩子们可以随意出入学校和地铁 生活在没有威胁的社区中 据悉霍楚在2014年当选纽约州副州长 与其搭档的州长科莫 在2021年传出性丑闻 因此引咎辞职 而霍楚在未经重选的情况下 直接宣誓就职 成为纽约州第一位女州长 今年的中期选举还出现了众多历史性的选举结果 共和党人莫伊伦成为美国海外领地关岛 自1993年以来首位共和党无投票权的众议员 也是关岛历史上第二位共和党当选者 还有在佛罗里达1997年出生的民主党人佛罗斯特 成功当选众议员 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Z时代的国会议员 另外在阿肯色州 曾在特朗普任期内担任白宫发言人的共和党人桑德斯 成为该州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州长 而他的父亲赫卡比桑德斯 曾担任阿肯色州州长长达11年 还有在马赛诸瑟州民主党人希利 成为州历史上首位女性州长 也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女州长 在昨天的选举日上 有五个州的选民投票决定娱乐大马是否在当地合法化 最新的结果显示 马里兰州和密苏里州批准了娱乐大马的使用 而在阿肯色州和北达克他州 则拒绝了合法化提案的通过 另外在南达克他州的结果 还尚未公布 而这一结果使得目前 全美娱乐性大马化的州增至21个 这五个州此前已经通过了 医用大马合法化项目 其中阿肯色州在2016年成为第一个 批准医用大马的圣经代州 该州的大马药房于2019年开业 超过9.1万名患者 能够在该州合法地购买医用大马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热带风暴尼可预计将在周三晚 接近佛罗里达州东海岸时增强为一级飓风 佛州多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并发布了紧急疏散令 国家气象局称这场风暴预计将在周四凌晨 在墨尔本或可可海滩附近登陆 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已经宣布 34个郡进入紧急状态 宗里滩郡和沃鲁西亚郡部分地区已接到疏散命令 与此同时佛州电力与照明公司 敦促居民为停电做好准备 并在尼可可能对该州造成影响之前 启动了紧急响应计划 受风暴影响包括棕榈滩郡在内的至少五个学区 将在周三和周四停客 脸书的母公司Meta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 周三凌晨在致员工的一分信中宣布 该公司将裁减超过1.1万名员工 约占员工总数的13% 这是这家社交媒体巨头历史上的首轮大规模裁员 据了解周三早上被裁的员工 已无法登陆公司的内部系统 扎克伯格称 受影响的员工将获得16周的工资 每年的工龄则额外增加两周 此外还将为离职员工提供6个月的健康保险 除了通过裁员来减少开支 该公司计划在2023年减少招聘人数 除少数例外 冻结招聘的时间将延长到明年一季度 截至9月底 Meta拥有超过8.7万名员工 此次裁员正值Meta处于艰难时期 该公司第三季度的成本和支出 同比增长19% 达到221亿美元 当季总销售额下降4%至277.1亿美元 营业收入较上年统计下降 高达46%至56.6亿美元 洛杉矶地区埃尔塞宫多市一家 占地约1000英亩的雪佛龙炼油厂发生火灾 目前无人伤亡 据雪佛龙发言人介绍 大火发生在8号下午6点半左右 消防人员随即赶往现场进行灭火救援 尽管尚不清楚火灾是如何开始的 但在数英里外便可看到烟雾和火焰 至于炼油厂距离洛杉矶国际机场以南仅1.6公里 不过火势并未蔓延 除炼油厂之外 没有烧损附近社区 也没有人员伤亡 起火原因还在调查之中 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 辉瑞制药研发的新冠抗病毒药物 帕克斯·洛维德 能有效降低新冠后遗症的风险 研究基于退伍军人事务部的 56,340名确诊患者的数据库 研究结果显示 在未接受治疗的人群中 每100人中有9.43人 报告在确诊后的90天 出现新冠后遗症 而接受 帕克斯·洛维德治疗的患者中 后遗症的发病率为25% 及每100人中有7.11人患有后遗症 研究人员还指出 在多个亚族中 同样观察到类似的风险降低 研究发现 在已确定的12种新冠后遗症中 服用帕克斯·洛维德 可降低其中10种风险 包括疲劳 肌肉疼痛 肝病 呼吸急促 和神经认知障碍等 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 使用过多的高度加工食品 可能与过早死亡之间存在关联 最新发表在美国预防医学杂志上的 一项研究估计 2019年 约5.7万名30岁至69岁巴西人的死亡 可归因于使用高度加工食品 占到该年龄组每年过早死亡人数的10%以上 研究的主要作者尼尔森指出 心脏病很有可能是导致这些过早死亡的主要因素之一 此外过早死亡还可能与糖尿病 癌症肥胖和慢性肾脏疾病有关 据研究人员估计 如果巴西的成年人确保高度加工食品 占每日卡路里摄入量的23%或以下 该国每年可减少约2万人的过早死亡 而目前这一比例高达50% 而在美国高度加工食品平均约占 每日卡路里摄入量的57% 尼尔森认为美国可能会有更多的过早死亡 与这类事物有关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 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凤凰美洲进行订阅 我是小狮 感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